我的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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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嚇一跳耶 整顆椰子直接墜落 砸到地板都壞了 林心如領軍的民宿實境節目 差點發生意外 這個有點危險 等一下我們要不要 換位子啊 大家都嚇傻了 林心如楊錦華緊急出來關心 換好座位後周星哲趕緊端上早餐 不過又發生小插曲 妳可以吃麻醬嗎 胡麻醬是Nuts 妳可以吃這個給妳吃好了 他不行他會過敏 用心準備的堅果送到餐桌前 才知道戴艾琳會過敏 讓周星哲愣在原地 不過客人們還是稱讚餐點非常好吃 周宇天這回來做客 也透露弟弟非常有廚藝天分 他義大利麵超好吃 對 然後 紅燒肉 然後他會弄 可是這邊可能買不到 他會弄那個A5Y 就是日本的那個和牛的那個咖哩飯 清點多國料理 為了帶來周星哲的愛犬蕭邦 周宇天開了六個小時的車程 還要化身寵物保姆 他說要幫蕭邦帶他的床 蕭邦有一個很大的專屬的床 然後我這次把床帶來了 放到房間 他整個晚上他從來沒有踏上那個床一步 然後就覺得我為什麼要幫他帶這個床 抱怨要一直抱著狗狗爬上爬下 但和大家玩樂還是很開心 周宇天還說非常喜歡原住民的小咪咎 明星們參與實境節目 也收穫不一樣的體驗 TVS新聞 請問江明如是廷義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